如果你自由和法治的前提條件不存在了 當然還要重新考慮我和你的關係 這是另外一層的 這個所謂的干涉內政 有的人講說 你取消香港的貿易特殊地位 你是干涉內政 這完全是錯的 剛才我說 內政和外政是沒有那麼清晰的界線 但在這個問題上 恰恰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說美國和香港的關係 是建立在它是一個自由港 它由自由和法治的基礎上 我和你建立這個關係 如果你自由港的地位不存在 那我就要給你解除關係 這不是內政啊 這是我的權利